5月20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 将其称为所谓总统 并吹嘘美台伙伴关系 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美国一些政客 向蔡英文发视频贺词 美方上述举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 并予以谴责 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 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美方承担